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祂的心里有烂图 祂的时间不错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到了怎样读圣经或者是简易读经法的时段 我们有好几讲已经提到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 特别从主耶稣身上 我们要学到他怎样和神的话发生关系 他怎样一生充满了神的话 我们从其中要导出一些原理 导出一些应用的法则 这对我们读圣经就很有帮助了 所以我们这一连串讲到简易读经法 严格说来不是太注意它技术的层次 我们会注意到 但是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找出神话语的性质 我们要明白神话语他的特点在哪里 然后等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些帮助了 那么我们上一次最后是讲到主耶稣他的一生 只有等到他复活以后 他才向他门徒们讲解圣经 有两次 一次是对以马五思的门徒 两个以马五思他们也许灰心了 他们从耶路撒冷往以马五思去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就是整本的旧约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所以可见呢 两个门徒如果要明白的话 你一定要把凡是旧约圣经里面 指着主耶稣的话 如果都讲解明白的话 那么旧约这本书就解开了 所以这是主复活以后 对以马五思门徒所做的 那么然后他们彼此后来交谈说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去不是活热的吗 所以可见他们原来本来是冰冷的 但是现在因着主的话就活热了起来 那么后来大家都知道 门徒们他们因为惧怕犹太人 所以他们就把自己 他们就关在一个小楼里 关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主耶稣就站在他们中间 向他们显现 那么他们也给了主耶稣一片烧鱼 然后下面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了 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然后接着呢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怎么开心窍的呢 就是凡是指着关于主耶稣的话 他通通指给他们 然后呢 使他们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回主耶稣又讲解圣经 而也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所以我们一定会问说 为什么主耶稣在复活以后 才讲解圣经 所以这里给我们两个 很重要的原则 那第一呢 我们知道说 神的话和主的复活发生关系 因为神话语的性质 本来就是能经得起死 能经得起考验 所以 借助这件事 借助主复活以后 然后他才讲解圣经 就给我们看见神的话 的确是 从死里复活 是经得起考验的 那不止如此 而且神的话呢 的的确确 能叫我们苏醒过来 所以神的话的能力 本来就是这样的能力 那么如果我们要经历 神话语背后的复活的能力 那当然我们的主不光要从死里 我们不光要为我们定死 而且他也经历 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说 那么就是时候就到了 他就可以对门徒们讲解圣经 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个圣经 圣经的特点在哪里 就是 他是能经得起死 他耐死 而且能冲破死亡 最后呢 能够从死里出来 那么这个就证明说 神的话是经得起考验 我们知道历史历代 圣经经过了许多的考验 今天就经过科学的考验 那么历史上曾经经过暴力的考验 还有理性的考验 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怀疑派 叫做英格索 他曾经说 他说15年之后 我要把圣经送到太平间去 结果15年以后 他自己进了太平间 圣经还是活着 那法国很有名的Voter 很有名是无神论 叫做Voter 那么他呢 根本是无神论 他根本就是鼓吹无神论 那么很有名的无神论者 他怎么说呢 他说将来圣经 只能够在博物馆里面找到 根本很快就过时的 等他死了以后呢 有人拍卖 这个Voter他的著作 他大概是卖了92本 结果只卖了美金2块钱 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 他死了以后 他住的那个房子 就被日内瓦圣经会买去了 然后就从那里呢 大量的印发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说 神的话 是进得起考验 我们知道 虽然在罗马帝国 我们在一个很有名的皇帝 叫戴克利先 他立定志向 一定要摧毁整个的基督教 所以他就逼迫神基督徒 然后也把圣经就烧毁 然后把他吹磨摧毁了 然后他以为他成功了 所以他立了个碑 那个碑上面写说 基督教的名业 已经被消灭了 同时呢 也做了一个徽章 那徽章上面说 基督毁灭了 现在我们要问 基督真的毁灭了吗 所谓基督教的名业 真的消灭了吗 我们就要等到 后来君士坦丁 拥抱基督教做国教 他当然希望 每一个礼拜堂 都能摆一本圣经 所以他就悬赏 结果没有想到 24小时内 就在罗马帝国 最少找到50本的圣经 所以从这里 我们知道说 圣经呢 是今天去考验 所以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主刻意的 在他复活以后 他才对门徒们 讲这个圣经 当然 我们主得的荣耀 的圣灵就来了 圣灵当然 在这个时候 就能够引导 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那么这个当然 因为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来 和主耶稣的荣耀有关系 当然和主的复活 是发生关系的 那么还有一点 我想是很重要 就是说 大家还记得 以马乌斯是往 以马乌斯去 他们是往西边走 他们应该留在耶路撒冷 结果他们也许灰心了 但是就是因为 我们的主对他 讲解圣经 结果呢 他们就决定回去 他们就决定回到 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知道说 当一路上 主耶稣和他们 讲解圣经的时候 他们里面心里是火热的 所以我们知道 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 再一次都是鼓舞 这证明什么 证明说神的话 是带着复活能力的 眼看着以马乌斯的门主 好像就 他们手的路 好像接近死亡 好像没有多久 就要枯萎了 但是没有想到 主的话 一洗话 就叫他们起来 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 那么同时呢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的门主们 就是因为害怕犹太人 他们已经灰心了 他们觉得 我们跟随主 跟随了半天 我们以为主耶稣 要施弥赛亚 要得国的 那么我们有人 可以坐在右边 可以坐在左边 结果没有想到 他居然被定死了 而且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的主一死 所有门徒们的希望 都变成抛影 所以我们能够想象 当他们没有遇见主 复活的主以前 当然他们觉得 非常灰心 非常的绝望 想想看 他们跟随了三年半 他们付了何等的代价 现在一切都变成空的 一切都变成梦 然后呢 他们害怕 他们还只好躲在房子里面 他们怕犹太人 结果没有想到 主给他们很大的惊喜 复活的主呢 向他们显现 所以他们实在 喜得不敢相信 然后主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 那他们呢 说我们还有一片烧鱼 然后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 吃了 那么这个实在是个 太大太大的惊喜 因为我们的主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主要兼顾他们 所以就告诉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所告诉你们的话 摩西的律法 先知之书和诗边上 所记得 这指的旧约 整本旧约声音所记得 凡指着我话都比应验 你看 现在都应验在你们面前了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们明白圣经 他们自然 他们下垂的手 发酸的嘴 就再次挺起来了 所以后来等到五旬节降临的时候 你看见彼得和十一个门主 他们就勇敢地站起来 他们真是为主 真的做精兵 那么我们要问 怎么 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 当然和什么 和主的这一番话 主对他们说话了 而这些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而且带着复活的大量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可以说 关于主耶稣一生 里面凡是关乎主话的 我们大概看过了 我们就从这些圣经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榜样里面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的主 他是神子 那当然他 神的儿子 当然不需要读圣经 他一定是圣经很熟悉的 可是呢 我们的主又是人子 所以他愿意 他愿意站在人子的地位上 还是经过学习的功夫 学习的过程 然后我们知道说 他头三十年 在耶和华面前生长 如嫩芽 表面上呢 我们知道他是隐藏的 表面是他在沉寂中间度过 不过那段日子是很充实的 现在我们根据 我们过去几堂所看过 主耶稣 他在神话语上的表现 好像给人感觉 他不是专家 但事实上呢 他可以说是见官高三级 他不管见到谁 你可以知道说 那些专家们 那些学者 那些教授 那些拉比 在他面前就低下去了 所以主耶稣能对他们说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你们应该念过 你们花了那么多功夫 付了那么多代价 怎么念了 好像没有念一样 我们的主不是 我们主念了就是念了 他不光念了 他能够解释那些圣经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从我们主的榜样 我们就晓得 查考圣经是很重要的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要知道说 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就这经 那么而且呢 我们应该来到主面前 来得生命 因为只有主才是 生命的全员两岗 我们到他那里 我们饥饿能够得到满足 我们的干壳能够得到滋润 我们下垂的时候 能够再挺起来 我们灰心的绝望了 我们知道又是 因为他生命 他就把我们救活了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 一再地呼吁我们 一再地呼召我们 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的生命 所以读圣经记得了 有两头的 它的起点是查考圣经 它的终点 是来到主面前的生命 两个头都不能缺少的 有的人只查考圣经 有的人也知道 为主耶所见的就这经 但他从来不来到主那里的生命 那么还有的人 他们只要圣灵的充满 他们只要圣灵的经历 他们只要生命 但是他们忘记了查考圣经 所以我们不要做个极端的人 我们主自己就是查考圣经的人 我们也举过很多很多的例子 那么然后现在神的话充满他 所以我们知道说 神的话在我们主身上 是那样的丰富 等到遇见试探的时候 他怎么知道抵挡仇敌 那么等到一些很重要的 关键关口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能用他的话 他就说话 他说的话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 当然一面他也是神子 他就是神自己 所以他能说话 但另一面呢 他也能够站在人子的地位上 把神已经在旧约所说的话 他能够再说一遍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 神的话在他身上 是何等的丰富 所以我们终于从我们主的身上 我们学到了一些的秘诀 我们也找到了一些 非常宝贵的原则 好我想关于主耶稣的榜样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那么现在呢 我们今天要另外起一个头 我们再找一位圣经人物 那这位人物有一点冷门 普通我们不大会找到他的 我们讲到圣经的榜样 一定是保罗 那么其实普通只讲保罗就可以了 那么但是呢 你不能不讲到约翰 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 要从这些话语的知识 神既然把话托给他们 那么他们一定在这方面是 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在他们所写的书信 和他们著作里面 多多少少会透露一点 会流露一点他们的秘诀 他们不是刻意的 但是呢 你从这些书信的记载 还有像约翰的著作 我们应该多少能够知道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 就是我们先不参考许多人的著作 当然我们这很多读圣经的人 他们本身有很多的经验能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相信更宝贵的 就是你回到圣经 我们相信说 主耶稣的榜样当然是正确的 保罗的榜样更是也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知道说 约翰也是 马太当然也是 所以今天呢 我想我们就特别转到马太的身上 我们来看马太 那我们知道马太呢 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 我们已经讲过 十二个门徒里面 一开始大家就知道是罪人 是马太 马太好像打着棋子来 打着标志来 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罪人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只要是税吏 就是罪人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一开始大家都晓得的 藏不住的 淹不住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税吏 和那时候的长期 大家都知道 摇头就是罪人 那彼得呢 是后来才三次否认住 所以你后来才晓得 哦他也是个罪人 那么多玛呢 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是罪人 为什么他怀疑我们的主 那么当然 我们都知道说 到了后来我们才晓得 嗯 犹大要卖主 所以犹大的卖主 彼得的否认主 多玛的怀疑主 告诉我们 他们通通是罪人 可是呢 他们好像是隐性的罪人 唯独马太是显性的罪人 一开始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了 那么我们说过 为什么犹太人特别恨这个罗 恨税吏呢 因为税吏可以说代表 罗马帝国在那里收税 那么罗马政府是把他的税 收税的权呢 给罗马的武士 然后罗马的武士呢 就拍卖出去 谁的价钱出的最高 谁呢就可以得到收税权 比方说 因为罗马知道说 那些被压迫的那些 被统治的 被奴役的那些国家 他们不会 他们不肯 一定不肯上税 所以他们知道 罗马人自己收税 也收不到税 所以一定要用当地的人 要把当地的人 要当地的人愿意才可以 所以你要一定给他好处 那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知道税利 他一定用最高 既然是拍卖 他当然用最高的价钱 就把收税钱就买来了 所以第一 他一定是在财富上 是相当的有一些力量的 那么然后呢 羊毛处在羊身上 他既然出了高的价钱 他一定要拿回来的 所以他一定会剥削 会压榨自己的同胞 好像撕吸自己同胞的血一样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知道说 他们就非常非常痛恨 马太这样的人 那么感谢神 马太本来呢 是罗马帝国的经济人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懂得 这个做税利的人呢 他第一 他必须懂得三种不同的文字 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最有学问的是马太 第一 他一定要懂得拉丁文 用拉丁文可以跟政府打交道 第二 他一定要懂得希腊文 因为希腊文那时候是共通的语言 不管到哪里 大家都懂得希腊文 第三呢 他和自己的同胞打交道 一定要懂得希伯来文 所以你知道说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马太可以说是最有学问的 那么第二呢 他不光有学问 而且他知道怎么周旋 在政府跟他自己的同胞之间 所以你知道说 他一定是非常的有技巧 知道怎样处人 知道怎样待事 那么第三呢 他一定要很有组织才可以 你知道如果一个收税的人呢 他这个没有组织 那个根本到时候 因为你这个税 从老百姓收来以后 你要向政府报账 要报告的 所以你为主要把账 弄得清清楚 否则的话 政府要为你试问 那么还有呢 那个时候的税呀 比方说所得税是透明的 我们知道是透明的 所以你今天呢 你政府说 每一个人应该收多少税 如果百分之十二的话 百分之八的话 就是百分之八 那如果马太多收了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这是透明 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 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的 所以罗马也知道了 如果一点油税也没有的话 没有人要做税利的 所以那个时候 罗马就决定 政府就决定了 如果你到市场里面去 那个税不需要向政府交的 那个税随便税利收 还有呢 如果你到港口去 也是 或者呢 所谓的买路前 如果你经过一个大 一个国道 那个时候的一个快 一个 国家大道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税利呢 就会坐在海关上面 坐在海关 坐在那个办公室那里 那么他们就在那里 收税 因为这些地方呢 就那个收税 就不是那么透明 所以坐在这些 税关上的税利 是最被人痛恨 最被人最痛恨 那么马太刚好 也是坐在那个税关上 尤其是在一个 罗马大道的一个税关上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 人来人往 可以说实目所指 实目所指的 你看实目所指 大家眼睛都集中在马太 但是呢 我们叫马太 他神经一定要很硬 才可以 好像什么人都看 他好像什么都看不见 他视若无睹一样 那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 这个 才能够在罗马 才能够 这个做的 才能够做的 才能够这个做的好 你收税才能做的好 然后他才能够做的下去 所以当主耶稣呢 这个 遇见马太以前 马太就这样 他就坐在水管上 他可以说老神在在 什么人过去 什么人 盯着他看 好像没有看见一样 但是很有意思 圣经告诉我们说 有一次主耶稣遇见他了 那么 在四福音里面 有一卷福音书告诉我们 主耶稣定睛的看他 那个看了在希腊原文 好像X光 透视的看一样 那一看 那一看好像看到了 这个马太灵魂的深处 结果马太就得救了 马太他就不能在碎关上 在座的住 你看那么多人看 看不到他 主耶稣那一次看 就把他完全看到了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就撇下一切来跟从主 我们知道彼得跟从主 没有完全撇下一切 他还 他自己还有自己的船 那么 所以我们知道说 在十二个门徒里面 真正撇下一切来跟随主 是谁 跟随最彻底的就是马太 所以从此以后呢 我们知道说 马太就不再做 罗马帝国的经纪人 从此以后呢 他就做了 天国的经纪人 所以大家知道 不知道马太福音 一直讲天国天国天国 到了路加福音 就改成神的国 到了马可也是神的国 那为什么 马太特别讲了天国呢 因为他现在是天国的代理人 他是天国的经纪人 从前 我们知道他是 罗马帝国经纪人 现在呢 是天国的经纪人 那么得救了以后呢 我们知道说 得救了以后 你发现说 他什么都撇下了 不过有一样东西 他没有撇下 就是那支笔 后来圣灵就用他 写了马太福音 那不光如此 因为呢 他是一个向来 税收的人 做税收的人 所以呢 他这个 把这个什么 他这个 一定把所有的税收啊 弄得整整齐齐的 所以从前呢 他的柜子里面 他的file里面 通通通是一些的账 但是现在呢 因为神托付给他 最后他要写马太福音 所以我们知道说 讲到主耶稣所说的话 那么这个变成马太 神所托付给他的 因为你看马太福音 主要讲到主的话 马可福音讲到主的 主的这个功 讲到主是怎样 是仆人 特别重在他的工作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的教训 要知道主耶稣 他说了什么话 有了什么重要的教训 那是马太福音 马太可以说 把主耶稣所说过的话 和他的教训 不光把它整理出来 而且把它存好 把它编辑过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他从前的本类 从前 他为了向政府交代的缘故 他把账弄得清清楚楚 所以马太是个 自由组织的人 同样的 现在我们看见说 神就基务马太 从前 他是代理罗马帝国 现在 他是为 他是现在 为 为 为着天国的道理 他把所有的天国道理 好像从前的税 税一样 把它好好的存在一起 所以当你读到 马太福音和别的福音书 不同在哪里 别的福音书 你知道像马可福音 是按照历史词续写的 但是马太不是 马太是按照道理的词续 虽然主耶稣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时间所讲的话 但如果他道理的信 内容的性质差不多的话 那马太就把它放在一起 像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这样 你看见吗 这个不代表主耶稣在一个时候 一个地点所说的话 但是因为他把所有在不同场合里面 但是因为他的性质相处 同样的讲到天国的诗迹 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 你看见 马太就把它完全放在一起 所以我们知道说 虽然马太从前是 是没有得救以前 是被罗马帝国来用 但是现在呢 神开始用它了 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 他就和神的话 发生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马太的身上 能够找出来 到底马太他怎么读圣经 他怎么神把那个话 丰丰富富的放在他的身上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得到 很多很多的教训 好 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 我们下一次来继续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强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救助我们 我们的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